马上要过年了 今天老公要做年夜饭上必备的一道磁州美食 今天我要做一个磁州焖子 你们都知道河南焖子 其实我们磁州的焖子是挺出名的 让你们看一下 这是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这道菜我们当地人非常喜欢吃 但是很少有人会做 老公也是之前在饭店兼职的时候 学的人家老师傅的 其中这种肉泥的形式就差不多了 超气 这个自己在家吃的原料加的越少越好 我只是就放一些盐和食材香 其他都不放 就葱和姜食材香 一会儿放点香油 现在啥也不放 打鸡蛋的话只要淡青 不要淡黄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按照比例 一斤肉加入半斤粉芡 和肉搅拌融合 这个焖子指着香油出味 香油比喻的 肉馅一定要顺一个方向 搅拌上劲 OK 这个情况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开始做蛋皮 蛋皮只用蛋黄和少许淀粉水就可以 这个焖子 这鸡蛋饼就是它的衣服 对 它好看了 它的形就好看 对 哇 不错不错 哇 好像淀粉水 轻轻给它抹一下 抹一下这个肉在上面包裹的就比较 我们家里边有葱花蛋的话 放一个葱花蛋回去 全部做好以后开始上火蒸 一会儿 一蒸的话 它会变大 在饭店的话 一蒸出来是小巧玲珑的那种感觉 不是现在在家蒸的比较大 好了上锅 四十分钟 还是一会儿大火变小火 三桌拍在开 我的院子里 四十分钟一到开始起锅了 看得下怎么样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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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错啊 你怎么应该去哪里 走 弄一个尝尝去 来尝尝味道怎么样 成功成功 其实都闻到香味了 加个点汁 嗯 诀味 诀味 嗯 公年一定要在家里自己做起来 带你们看一下 在农村生活 每天能有多快乐 我们这又要开始收玉米了 这个时候甜甜地图是最热闹的 走 带大家去看一下 小飞也要去吗 带你撒个花 走吧 小飞 走吧 已经大地图了 好吧 门去吧 现在农村秋收都是机械化 几乎不用动手 粮食就收到家里了 虽然不用人工收割 但是每到这个时候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都会回来待上几天 看到我们过来 邻居奶奶热情的 让我们品尝 她自己种的苹果和石榴 这是真正的不达农药 对 全绿色的水果 你看 上面都有虫子都快吃完了 哦 慢点 这已经太多了 田园生活 然后你看这菜 种得多好啊 邻居奶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一直在热情地给我们展示 她自己种植的绿色蔬菜 这个冬瓜在地里边 被这个 被这个 被这个车给削了一下 不过还能吃 这么大干 是谁的 走了 收获满满回家 走了 走了 拜拜 走了 回家吃饭了 早上去 早市花20块钱 买了一个羊骨架 先把羊汤给熬上 再放点块羊肉 好 好 大伙让它熬吧 我们家雪峰爱吃油饼 中午再跟他做点油饼吃 先把面一分为二 一般烫面 一般凉面 搅拌成絮状后 揉成面团 又吃老饼 不是爱吃老饼吗 让你吃的够 我就是意思是说 我爱吃老饼 你又给我老饼 你爱吃啥 我就给你做啥 把揉好的面团 分成均匀的剂子 再擀成圆饼后 在上面抹上一层油 再撒一些芝麻盐 卷成卷 这样烙出来的饼 会层次分明 很好吃 雪峰每顿都能吃上三四张 再炒个羊血豆腐 葱姜 泡香 放点豆腐 放点羊血 放点耗油 盐 味精 放点青椒 嗯 好了 羊汤也差不多了 哇 奶白奶白的 我们先把羊肉给捞出 这羊肉煮的有点烂了 成它了 再来点臭豆腐 再放点辣椒 放点香菜 开饭了 走开饭了 好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伙食 丰盛了 我不知道吃哪个 好吃吗 臭豆腐羊汤 雪峰的最爱 我们这里今天下大雪了 看我老公在干嘛 我老公在干嘛 爷爷饭丧 怎么能少到要这个乳 我的最爱 看那两个看得木木斩净的 你说石头刷的比较干净 炒完水再洗一下就好 炒个糖色 就这种颜色就特了 再放入些香叶桂皮 大小茴香 搅好点老臭 炒一下刺 炒到这个颜色 炒开了下猪头 其实现在就已经闻到香味了 嗯 香味已经出来了 煮这个的时候 让它骨头朝下肉朝下 啊 要不然起锅的时候 它容易粘连 盖上盖子 整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又是腊月的雪 今年我们要多存点 该拿个大罐子 就这一小碗就够用了 你们有人知道 腊月的雪要存起来干什么吗 我觉得 朋友应该都知道 好了 现在开始给它踢骨了要 这是踢骨喽 翻过来 先取掉 这踢骨也是要一个技术 对 好了 再让它在 小火 小火再卤制20分钟 哇 好了 终于好了 出锅了 哇 整个 哇塞 快吃 嗯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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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咱爸妈送点 咱爸最爱吃这个 对 哎我头 我舌头了 哈哈 舌头没有了 舌头呢 撕了一个猪头出来 舌头没有了 舌头不见了 他不会化了吧 不会不会 舌头怎么会化呢 怎么样 年夜饭上必备的菜肴之一 对 卤猪头 嗯 走 舌头 今天晚上有几个粉丝朋友要到小小来做客 我准备花一百块钱一招待他们看能做出来什么样的大菜 今天菜品贵格有点高哦 所以我请来我大姐过来帮忙 走 出发买食材去了 好了 老板来二十块螃蟹 好的 别看个子小 里面每个都有黄 嗯 全都 太大了 这来事 现今现在化不出镜了吗 我们这儿正买着螃蟹的小妹华船走了 他去干嘛 他去干嘛 干啥 我们要走了 他坐人家的船自己走了 我们跟大哥刚从湖里唠了小鲜 小鲜 嗯 二十块的螃蟹 一块的小鲜 走买肉去 走 十五块钱的排骨 十五块钱的肉 走 回去吧 现在正在买菜 来几块黄瓜 来 十五块菜 那种不够是十五块钱的 走 拿块焖子老板 十五块钱 十五块 这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鲜粉皮 来一个 我们花了二十 你都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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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以我们河北最高的礼仪 来招待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我还买了五块钱的纯凉酒 今天晚上得喝点 粉丝好像两个小时就到了 我们要抓紧准备了 哇 准备了 妈 我还好 走了 开 脚 看我们河北的八大碗 可不胜了 非常尊贵的客人来了 才能享受这个 看吗有十一吗 这是我们河北的特色 闪锅了 我家真的发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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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我们美剑二里 发弹丸舞 没有美剑 好 大共告成 100块钱15个菜 大家说值不值 来来来 欢迎你们到我们小石做菜 来来 干一个 放弃城市的工作回到农村 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 早饭过后老公会先打扫一下院子 我负责收拾厨房 打理花草也是老公每天的必备功课 家里的这两只毛孩子早早的等在门口了 每天的这个时间老公都会带他们去村子里面溜圈 中午老公做的是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大锅菜 像这个黄色的馅粉皮和皮渣是我们当地的特产 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都没见过 先把五花肉加入一些豆瓣酱 煸炒出油脂 再放入白菜 翻炒几下 炒软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这个皮渣和黄豆芽是这道菜的灵魂 放入后盖上盖子 小火炖煮15分钟 趁着饭熟的空隙 老公做一下兼职 之前老公上网学了视频剪辑 建模特效 确实挺简单的 学的也挺快 老师帮推了一些兼职单子 简单的几时 稍微复杂的大几百 一个月下来也给家里增加了不少的收入 将近压力大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 方法我放评论区置顶 很简单职业在电脑网页和老师实操互动 不懂就直接问 不挑基础和学历 学晚会推荐阶段渠道给你 平常抽空一两个小时减几单 日子确实轻松了不少 都放在我评论区的置顶链接里了 等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再加入一些自己喜欢的配菜 一锅香喷喷的大锅菜就做好了 老公做的这个大锅菜是我的最爱 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 午饭过后泡上一壶茶 开始整理我们的小菜园 今年老公打算种上十种蔬菜 说有朋友来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在菜地里吃火锅 新鲜的蔬菜现吃现摘 在农村最大的好处 就是吃着纯天然的绿色蔬菜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远离大城市的焦虑 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就是人生最幸福的状态吧